国庆期间 据台湾省方面统计 10月1日至4日分别有38架、39架、16架 以及56架解放军战机进入台当局的防空识别区 10月4日当天56架次战机进入台西南空域 刷新了单日新记录 解放军在台海上空进行国庆空中大规模阅兵 这是对台湾省一种特别关爱 把台湾当局兴奋的指打哆嗦 岛内一片鬼哭狼嚎 当然解放军战机巡航台海 并不是专门针对台湾 他也不配 除了台海 还飞越了巴士海峡 这里是连接太平洋的关键航道 这时台独当局就慌了 岛内各路角色纷纷上台演戏 有喊和平的 有装强硬的 有般悲情的 在这种惊慌失措 失去信心的心态情绪之下 台独越来越嫉妒了 越来越妄想输死一搏了 可是靠台独当局自己想实现分裂中国的目标 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台独当局就近乎疯狂的向美西国家献美 妄想得到美西国家的军事干预 这其中跳得最高的是吴钊燮 而他居然救助澳大利亚 请求澳大利亚为台湾备战 吴钊燮甚至还扬言 如果大陆真的对台发动战争 台湾将战斗到底 叫嚣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攻击 我敢肯定他们也会遭受巨大苦难 而邱国正在昨天也放出狂言 叫嚣解放军军机带来的压力 是督促台军方做好战备准备的助力 他还放出狠话 称要加强台湾实力 让大陆不敢轻易动武 苏贞昌则更是嚣张 扬言要增加军力 不让敌人轻易动武 苏贞昌嘴的敌人 自然是我们大陆 以上这台独当局的三大台独头目 也就是过一下嘴炮饮而已 屁用也没有 台独政客的言论 反映了台湾当局的最真实心态 起连外国势力的保护 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无意保卫或无能力保卫台湾 这些整天信誓旦旦爱台湾的败类们 一旦台海开战 绝对跑得比谁都快 这是诈骗集团本职所决定的 10月5日 蔡英文向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投稿 她说2020年以来 解放军的军机军舰在台海活动明显增多 几乎天天侵入台湾南部防空识别区 还贯穿海峡中部 从日本周边岛屿东北方向 向西南延伸到香港 言下之意就是台湾已是岌岌可危 她是真的怕了 估计云报战车正在她家门口等着 随时准备跑路 她真正要说的话是在最后部分 台湾位处由日本北方至婆罗洲的第一岛链 这条海上防线一旦遭武力破坏 将冲击国际贸易线 破坏整个西太平洋的稳定 地球没了台湾就不赚了吗 这就是活脱脱的汉奸嘴脸 她考虑的并不是台湾省利益 而是在为美国担心失去台湾这颗战略棋子而哭诉 恳求美国主子救救这个买国政权 文章里说的最多的却是民主 她说民主不能妥协 这很容易令人想到几年前的太阳花女神刘乔安 刘乔安在反复冒闹剧中 头上绑了块白布 写着民主不能交易 被台美捧红后 她便忙着拓展特殊业务 后来吸毒吸道 别凉塌陷 人不人 鬼不鬼 几乎所有台独分子都喜欢将民主挂在嘴边 他们的民主根本与民主本意无关 刘乔安只是出卖自己的肉体 毁掉的只是自己的前途和生活 但蔡英文他们出卖的是自己的灵魂 毁掉的是台湾人的前途和生活 民主已变成岛内邪教士口号 但这些吃妹王俩怎么配得上民主二字 蔡英文他们将所有赌注下在美国身上 因此 当拜登下令美军全部撤离阿富汗 抛弃加尼政权时 岛内分裂势力便惶惶不可终日 有门路都在准备后路 嘴上却喊着美军离开阿富汗 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台湾 这比电信诈骗话术还夸张 解放军在台海巡航形成常态化 规模化 实战化时 不用再过多久 台海以及周边关键空域的制空权 将为解放军所掌握 台海制空权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 台湾空军是占有优势的 他们有西方的先进战机 有美国培训的飞行员 台当局一直在吹嘘他们的三代战机数量 及超市局作战能力优势 但随着解放军空中力量在战机性能装备 飞行员水平电子信息站指挥引导能力 后勤保障沿海军事机场建设等方面的提高 台湾当局吹嘘的空中优势已不复存在 去年9月19日 台湾军机在空中喊话解放军 你已飞过海峡中线 立刻转向脱离 解放军飞行员则霸气回应 没有海峡中线 从这一刻起 台湾的心理防线就被突破了 岛内当时是一片乱叫 现在怎么样 解放军战机不断巡航台海上空 台湾还避避海峡中线吗 他们不喊了 因为次数多了 他们就习惯了 现在台当局鬼叫什么防空识别区被突破 只要次数多了 他们也会习惯 海峡制空权在水手里 对解决台湾问题至关重要 因为解放军要反外部势力介入 就必须掌握制空权 有了制空权 解放军空军和海军 随时可以进行综合演练 对在菲律宾海和巴士海峡 还有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外国航母 实施宝和式攻击 任何企图干涉中国统一的外部势力 都要想一想她要付出的代价 蔡英文迫不及待地投诉美国杂志 就是要借助美国媒体 跟她的话带到美国政界 请求美国赶紧采取行动 B 您彻底失去制空权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则在三日与四日 两度对台海局势表示关切 呼吁中国大陆停止军事施压 但她又强调 美方将恪守中美三个公报精神 台湾当局对美国国务院的关切 立刻跪地谢恩 那傅奴才像难以用笔墨形容 美国的表态前台词就是 台湾当局赶紧用真金白银交保护费 换一堆破铜烂铁回去 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也一并交给美国 但美国会为了台独势力 跟解放军拼命吗 这种事情连民进党死因分子都不会相信 尽管他们还在自欺欺人 对于美国的挑衅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予以怒斥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轮不到美国说三到四 2014年开始 解放军的造舰数量 首次超过了美军 美国的第一岛链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美国并不指望台军能顶住解放军的攻势 而是想提高解放军采取军事行动是付出的代价 作为美国眼中不沉的航空母舰 已经注定台湾是炮灰角色 所谓民主 人权只是一张张果实簿 和平时期 可称台湾为美国棋子 如果开战 那么台湾就是一个大坟场 这一点岛内是清楚的 所以岛内政治力量分成两波 各有各的套路 一强调以武巨统 甚至扬言要用飞弹 打上海 打杭州 打福州 打香港 不惜用名之名膏去换美国军火 二 向大陆示好 最终却总要提出大陆撤飞弹 两岸签署和平协议这类恳切的建议 两波人马的表演目的书图统归 就是想让大陆放弃 无力统一选项 也许是祖国释放的善意太多 以至于岛内政治势力以为 解放军会在海峡中线那边 永远不会过来 台独在某一天或许就会刮树地落 对于台湾当局 我们不能仅有善意说服 更要有战机轰鸣 去年台湾战机还升空应对 但解放军战机巡航频率一增加 日夜不停 台湾战机就顶不住 连打都不用打 坠毁的坠毁 掉海的掉海 因为他们训练强度跟不上 战机维护和零部件更新跟不上 现在蔡英文都不敢下令让台军起飞了 就凭这帮草莓兵 还想以武巨统 起一头城 活捉蔡英文等台独头目才是唯一出路 台湾省归根接地只是中国的一个叛乱省份 他就这么一个身份 美国心里也非常清楚 中国统一步伐 不会因为中美关系起伏而变化 它是一个时间问题 台湾岛将来是春暖花开还是一片火海 留给台湾人选择的时间不多了 等是后一到 谁也救不了你 目前的台岛上只有一个人清醒 那就是洪秀柱 他在昨天对于解放军单日巡航创纪录仪式指出 大陆军机不是对付台湾的 台湾不要认为和自己有关 那是针对美系国家航母的 洪秀柱特别强调称 大陆如果真的打台湾 根本就用